主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 就是講到明白 神在末世的計劃和大愛 神在這個時候要做偉大的事 而很多人可能不是很知覺 有些人知覺 現在真的進入末世 因為為什麼呢 今次的疫情不是那麼簡單 我今天聽到法國有一萬宗 昨天有一萬宗的新個案 很多國家並沒有減少 而這個是會影響全球的經濟 民心、政治的局勢 所以我們是很大可能性 我見到這個情況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穩定下來 香港就真的進步得很快 但是在全世界很多國家並不是那麼好 我們有心理準備 我們是會進入末後的日子 很多人一進入末後的日子 第一個發現什麼是害怕 死了怎麼辦呢 這個是很多人的心態 害怕 大家在這個slide那裡 大家看到 第一經濟困難 就是在末後的日子 然後聖經講到 在末後的日子 就有很多人來到反教 以及彼此陷害、彼此行會 很多人跌倒 拿著把刀 即是有些人曾經說是基督徒 甚至有些嚴重的 甚至是說是侍奉人員 或者是全道牧師都有的 因為聖經講到是很多人跌倒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不同 有些人他不是真的 觸實耶穌、信靠耶穌 有些人只是一種的職業 他跟神的關係並不是一個穩定的關係 而且聖經有講到一個敵基督的出現 敵基督的出現 他是會突然間全世界有很大的政治改變 很大的政治改變 又是怎樣政治的改變呢 就是會政治的改變 就是十個國家忽然間改變權勢 即是忽然間十個人成為了十國的王 你想像那十個國家並不是一些小的國家 一定是一些大國 即是在將來的情況 並且政治的改變是非常大 並且就是這個受印 這個圖 右下角的圖就是 現在已經有一些晶片 這個晶片現在不是受印來的 但是將來敵基督可以使用這些晶片 這些晶片是非常之方便 即是一個很小的手術 甚至好像打針 打到人的身體那裡 將來是要做買賣 都是要用那個受印 才可以做買賣 有些人就說死了死了死了 有錢都沒有用 你就要拜壽 拜這個壽就是敵基督 要拜祂 才可以買到食物 有些人說 條命重要一點 條命重要一點 就可以離開神的 所以在那時候 唯一基督徒做的就是 完全依靠神 完全相信神 但是在這麽困難的情況 很多人就說 神是否愛我們 尤其又未到那時候 敵基督出現 他的時間是三年半而已 聖經講明 他的時間是四十二個月 未到那時候 這個疫情拖多久 將來又會不會有其他的問題 經濟啊 政治啊 可能有其他問題 基督徒就覺得很軟弱 但是呢 所以這個信息的第一點 就說到 有神的計劃和大愛 神是愛祂的子民的 所以我第一個部分 講到的是什麼呢 神是很愛我們 我們都學習什麼呢 用神愛我們的心 來愛自己 這個可能大家聽起來比較特別 因為聖經講到 愛人如己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愛人 你又愛自己 好像愛人那樣 第一 愛神 盡心愛神 但愛人如己 就是我們是很寶貴的 我們自己珍惜自己 我是很寶貴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最困難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覺得好像 神很遠 神何時來幫我呢 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是很體重他的疑慮的 好的 第一個要點就是 很多人是缺乏愛 和沒有力量的原因 很多基督徒都缺乏愛的 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是充滿愛的 那很多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不懂得欣賞自己 覺得自己沒有用 蠢懶 沒有人喜歡 或者是很內疚自責 那就經常控訴自己 有很多基督徒 都是這種狀況 明明耶穌是卸臉的 但他為什麼會自己控訴呢 他說 我犯得太多罪 的而且確是 那怎麼辦呢 犯得太多罪 很多人的心態 就說 我都不敢祈禱了 我真的沒有面見神了 因為我太軟弱了 我不敢祈禱 那時候呢 不是神想 神想什麼呢 我們只要認罪 真心認罪神 我真的有罪 我求祢赦免我 神就很喜悅 神就很歡喜 祂是歡喜若狂 整個天堂都歡喜 祂來赦免我們 祂來赦免我們 基督徒是不需要活在內疚 你立即求祢赦免 我們也求祢去勝過罪惡 遵從神 其實不是難得很厲害的 只要我們有罪的意念 馬上處理 神是極度的歡喜的 其實我們個個都是 神的王子和公主來的 不過很多人 就活得好像孤兒那樣的 唉好慘啊 沒有人喜歡我啊 哎呀我什麼都不成功啊 很多失敗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第一他們不相信神很大的愛 第二呢 沒有深信原來罪 是會將我們和神疏遠的 越疏遠就越多問題 越煩惱就越多問題 越和人有問題就越多問題 很多人不明白一樣的 就是我們沒有親近神 受苦的是我們的 很多人就以為 祈禱、看聖經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就是得力的方法 當我們真的依靠神 我們就有力量了 另外就是控訴 在啟述六十二章十節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 昼夜控訴我們弟兄的 已經被摔下去了 雖然他是被摔下去了 就是由天上摔落 丟落地 他依然繼續控訴 他不斷控訴 所以基督徒 未犯罪 有時就會被吸引犯罪 一犯了罪 後果是什麼呢 立刻覺得 哎呀 真是很醜怪 真是很內疚 於是不敢祈禱 所以魔鬼就會控訴我們 他就說 你犯了那麼多罪 你不值得 你不可以去到神面前 神不會要你了 這個時候 這個人就會繼續內心控訴 下面我寫了兩句說話 很多人為魔鬼做義工 大家 我希望大家為耶穌做義工 為教會做義工 他們就不是 為魔鬼做義工 做什麼義工呢 早夜控訴自己 魔鬼做的人 他就對 控訴人 就說人家什麼不好 這樣的時候 人又受苦 自己又受苦 這個控訴是令到人無力的 所以我們知道 行世神的路最好 有罪立刻求主赦免 然後呢 當我們 一 即是求主赦免之後 我們立刻就求主幫我們 真是遵控神 神一定喜悅的 好了 那我們要學 用神的眼光看自己 用神的愛來愛自己 其實我這個主題 是我在網上見到一個見證 那個見證激發我講這篇道的 那個見證 他就沒有好像我這樣用經文解釋 不過他只是講到他有一個經歷 他經歷是什麼呢 他是見到耶穌的 這個人 在他不同的經歷 他見到耶穌 耶穌就跟他說 他說 你愛我的心都挺強 你愛人的心都挺強 不過你愛自己的心就很弱了 為什麼他這樣呢 因為他覺得神很好 所以他愛神 他覺得我要傳呼聲 所以他愛人 但他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覺得自己有很多缺點 就是我應該要做 不過做得上來 我都是很多地方不好 所以他說 你不需要愛自己 你愛人 所以基督徒很重要 因為我們將來在困難的日子 我們需要日日安慰自己 我自己也是安慰自己的 我每天起床 我就多謝耶穌 耶穌在愛我 多謝天父耶穌在愛我 沒有什麼需要 覺得不開心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是會無緣無故 攻擊人 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會經歷到的 有些人的口 就是經常都是罵人的 有些攻擊的說話的 我們會遇到這些人 還有會遇到一些情況 將來我們在一個困難 這個疫情 越來越困難的時候 我們是會遇到的情況 各樣都很困難 那時候 有些基督徒都會 哎呀死了 我很慘啊 怎麼辦 不行了 是不是神不愛我們 就會有這些內心的攻擊 這個其實就是 人的罪性和魔鬼的攻擊 造成自己覺得 自己沒有用 就不懂得愛自己 所以在疫情很重要 在一個困難 末後的日子最重要 什麼時候都是 我們愛神 愛人 但同時很重要 愛自己 珍惜自己 深信我們是很寶貴的 我現在用一些不同的經文 去幫助大家 去深信神 真是很疼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用神的眼光 來愛自己 用神的眼光看自己 這個經文是非常美好的 我的心靠神快樂 因祂以拯救為衣 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 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 戴上華觀 又像新婦 佩戴裝飾 因為神我好歡喜 好開心 我靠神快樂 因為祂給我一件衣服 我穿 是拯救為衣 給我穿上 好像神的救恩 好像衣服 穿在我們身上 還有什麼呢 以公義為袍 給我披上 這個公義是哪個公義呢 我們的公義是不夠完美的 是神的公義 耶穌的公義 耶穌的公義 披在我身上 即不是我們佩德 即是在神的眼中 我們就像耶穌那麼完美的 我們明明不是的 所以這就是把神的意 加給一切相信的人 大家在羅馬書裡看到 加給 即是我們沒有的 不是我們真的有的 是加給我們的 是算為義 聖經用這些字眼 即是我們不是義 神算為義 以及將神的義 加在我們身上 這裡就是說 將這個義袍給我們披上 就是神的公義 以至我們怎樣靈化呢 好像新郎戴上華觀 新婦佩戴裝飾 其實新郎新娘有很多種衣服 我覺得其實這些衣服都很華麗 很漂亮 這個真的在神眼中 我們就這麼漂亮 我亦都 因為我上網經常都看了一些不同的人的見證 有一個人他動手術 他動手術的時候 跟著他就死了 靈魂出來 他站在旁邊 看到那些醫生跟他動手術 跟著他看著自己 咦 為什麼我這麼漂亮呢 普通正常不是這麼漂亮 但是神讓他看到他榮耀的自己 然後呢 耶穌站在他旁邊 耶穌跟他講 說一句什麼 他說 他說我看你 經常都是這麼漂亮的 這句說話 真的很多人不太覺得 我們很少會說 我在神眼中是很漂亮的 我們很少會這樣想的 但是聖經是真的這樣說 我們好像新郎新娘那麼漂亮 神的眼光看我們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們可以深信 當我信靠耶穌的謝罪 信靠耶穌的義加在我身上 義就是說 遵從神一切的吩咐 神一切的戒命 耶穌已經遵從了 他將這個義加在我身上 我們可以深信在神的眼中 我好像耶穌那麼漂亮 我好像耶穌有這個義婆 神很歡喜見到我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這種的愛 那些科學家做實驗 他做實驗什麼呢 我找一隻猴子生了出來 他就不讓一隻沒有的猴子 就是他媽媽照顧他 他不是喔 他做兩隻假猴子在那裡 一隻猴子有奶 不過是用鐵籠做的 另一隻猴子有衣服在那裡 軟軟軟的 好了 跟著那隻猴子 小隻猴子 他知道喝奶就跑去那裡 然後他們嚇一嚇的猴子 那些猴子跑去哪裡呢 他跑去那隻 有三個猴子那裡 抱著他 即是他覺得那隻 那隻比較溫暖 原來 就算猴子 都需要一些溫暖 我們人都是 你很容易見到的 有時媽媽和小孩出去 見到陌生人 那個小孩在哪裡呢 在腳後面躲起來 有些什麼害怕的 立刻拔著媽媽 這個是人的需要來的 人需要愛 而我們最需要愛的是神的愛 因為神的愛才是最偉大 很多人他們見到耶穌就說 那種很大很大的愛 那種很大的接落 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的 因為世上的父母 都會有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天上阿爸父的愛是很完美的 所以我們能夠時時深信耶穌愛我 我是寶貴的 時時都告訴自己 我是寶貴 在神眼中是寶貴 我們不要變得驕傲 不要說我比你厲害 不用這麼說 個個都信救耶穌 在神眼中都是美麗 這個是耶穌的義 不過聖經也有說到 我們的基督徒所行的義 啟少爺有說到 我們所行的義 也是我們將來的榮耀 我們兩樣都有 首先有耶穌的義 當我悔改信耶穌 立刻有耶穌的義 遮住我身上 我們每天都告訴自己 我信靠耶穌 我真心悔改 耶穌歡理我 立刻有神的義在我身上 同時我們自己都追求愛神 遵從神 神是很歡喜 當我們這樣做 神是會很體重你的 神會是保守我們的 聖經也說到 路加十五章七節 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 都要為祂歡喜 天上都要為祂很開心 當我們犯罪 這不是說未信耶穌的人 是說信耶穌的人 當我們知罪 求主赦免 神是很歡喜的 所以我們就學習 我真是深信神是很歡喜的 魔鬼就不斷控訴 但是神就告訴我 我赦免了你 誰能控告神所簡宣的人呢 有神已經稱祂為儀 有耶穌已經為我們死 並且坐在神的右邊 為我們祈求 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任何的控訴 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 普通的基督徒 一個星期控訴自己 可能幾十次 你自己問問自己 是不是 哎呀我又失敗了 我又對人不好 我又想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又負面了 我又不開心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這是人的本性 這是罪性 所以我們要解除這個習慣 所以我們要解除這個習慣 我們想有力 尤其將來在迫白的時候 還有我們可能有些人去到不同的地方 可能很孤單 我們在不同的環境 現在有些人都很孤單 在屋內困住 很孤單 當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你有孤單的時候 你記實 神是永遠愛我們 我希望大家 不成日深信 我是寶貴 千萬不要只顧著愛神 就不照顧自己好 即是不照顧自己 人就會變得軟弱 和空虛 神是因我們歡欣喜樂 而愛我們請我們喜樂 而歡呼 神是一個很充滿感情的神 所以一個人 越被耶穌醫治 他就越充滿感情 但有些人就不是 因為他經常在律法之下 即使基督徒也是 有些經常在律法 他說的話都是控訴性很強的 但如果一個人在神的愛中 他說的話都是接立 別人覺得很舒服、很被愛 很多人去過天堂 他感覺是被愛的 很被接立 就算他有很多罪 都是很被接立 當他真心悔改 神是真是接立 所以我們就說 耶穌見到我 就歡喜到不得了 祂默然愛你 有沒有人試過看著你 一直看著你 很愛你的眼神 看著你呢? 我想在世上很少 當你是嬰兒的時候 可能你父母都會這樣看著你 但神是日日夜夜地看著我們 我們很難想像 我希望大家去明白 和深信 祂默然愛我們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我自己呢 我真的覺得 太多基督徒是很缺乏這種愛的 太多基督徒 經常都在一種很辛苦的狀態之下生活 這裡默然愛你 你正在睡覺耶穌都在看著你 那你說為什麼耶穌會看著我呢? 那是不是真的呢? 因為聖經講 連麻雀他都看著 連一隻麻雀 如果不是神容許 都不會跌在地上 那如果麻雀都看 信靠祂的人看不看 一定看的 他一定是答應了 他一定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 無論什麼境況 多孤單都好 你經常說 神現在愛著我 愛著我 喜歡著我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種意念是很難留在我們心中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習慣控訴 當數人習慣在律法之下長大 經常都是控訴 控訴自己 沒有用 我希望大家習慣 我是被愛的 薩加利亞書九章十六節 當那日 要說他們的神 必看他們的民 他的民如群羊 拯救他們 因為他們必將 官面上的寶石 高舉在他的地上 即是我們在神眼中 好像寶石 官面上的寶石 這麼寶貴 所以我 有作過一首詩歌 可能大家聽過 我是你眼中的同仁 也是你官面上寶石 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是其中兩句的詩歌 因為我很喜歡神的美善 我們在神眼中的同仁 是他官面上的寶石 是很華麗的 所以我們珍惜神 唯有神才是我們的一切 還有 在薩加利亞書二章八節 摸我們的 傷害我們的 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仁 他講到 那些懲罰 以色列的國家 神會追討他們 雖然神使用他們 去懲罰以色列 但是神 也會追討這些國家 因為摸以色列 摸神的子民 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仁 你敢不敢走去獅子摸牠的眼 你看獅子 你敢不敢走去摸牠的眼 看看牠乖不乖 我想你一見到 有隻獅子惡那些 你一定見到 你就會不敢摸牠 立即走了 我去看那些動物的獅子 我知道牠有些作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鱷魚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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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怎樣呢 牠找些很兇的鱷魚 找東西 屌尿 哇 真的有牙齒 然後 真的有牙齒 然後有一隻 可能是吃了一些鎮靜劑 是定型的 嘴巴會拉大 不動的 定了很久 接著牠放了手 接著牠放了頭 為什麼牠會有這個信心 如果第一隻鱷魚一定不行 牠都是造假 即是那隻 會咬人的鱷魚 牠絕對不會把牠的手 或者頭放下去 我想說什麼呢 一隻真是兇的鱷魚 你不敢摸牠的眼 同樣 沒有人敢摸神的眼 沒有人傷害得我們 傷害我們那些很慘的 所以如果有人傷害你 騙你 你就為牠祈禱的神 你不要追討牠的罪 牠很慘的 牠會受神的懲罰 我們知道神多看重我們 還有我們所受的 不是勞博的心 認夠害怕 羅馬書八章十五節 所受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你可以來到神面前 爸爸 這裏有個圖 這裏有個照 這裏有個照 這裏有很多耶穌 擁抱人的照 這張我很喜歡 因為那個女生在笑得很開心 很甜蜜的關係 爸爸 真是很親切 我祈禱都可以這樣 我們不用再害怕 我們來到神面前 不用再害怕 我以上所講的經文 我希望大家深深的記實 我們來到神面前很放心 但很多人不是 怕神 不敢找神 要追求什麼 又不敢 譬如說 我正在講啟示錄 不過因為疫情暫停 到疫情呼籠 我又會再講 我看啟示錄的時候 我看到一件事很特別 那這件事是什麼特別呢 就是其實神在基督徒中間做很奇妙的事 在這個大災難的時候 神是有祂的心意的 首先就是敵基督和所有的災難 都是神給祂的權力 即是神作主 不是敵基督作主 即是說什麼呢 有什麼災難發生呢 其實神老祖知道了 啟示錄六章四節 這個講到第二印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 是紅的 有權兵吸了那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傷殺 有一把大刀刺吸他 大家看到有兩個字眼 有權兵吸了 誰給他權兵呢 這個權兵不是基督的 因為下面我們看更清楚 就不是基督的 然後有大刀賜給他 誰賜給他呢 即是說到這個戰爭的災禍呢 是神給 那你可能會說 為何神要給呢 稍後會解釋一下 跟著啟示錄十三章五節 有志給他這個壽 缺說誇大洩毒的口 又有權兵志給他 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這個壽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 有權兵給他 那不是他自己給自己 有權兵給他 所以這個是神給他四十二個月 即是敵基督有多久的時間呢 是神話事 他有四十二個月的時間 然後十五節 又有權兵志給他 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 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那看起來好像很慘 那基督徒就很慘了 如果你不拜獸的時候 你就會被殺害了 但是神有祂的心意 那下面寫著 災難和基督的權兵都是來自神 不是來自魔鬼的 神在災難中要成就祂的計劃 那成就什麼計劃 我們稍後看 所以神必保守凡信靠遵從他的人 神一定會保守的 好那我們看下一點了 在這個大災難時期 有兩個傳道人 他有幾長時間 一千二百六十日 又是三年半 即是說敵基督有幾長 他有幾長 但是他就說到 是敵基督將他殺死的 將他兩個殺死 但是神就將他提到天上 即是說他的時間 可能稍為給敵基督早些少 即那三年半早些少 然後敵基督將他殺死 但是沒多久耶穌就回來了 即是敵基督的時間 稍為給他遲少少的 啟示六十一章三節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 穿著無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第五節 如果有人想要害他們 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 消滅仇敵 凡想要害他們的 都必這樣被殺 有兩個見證人 在那裡傳道 兩個見證人傳道一千二百六十日 是傳道 傳神的道 不斷在那裡傳 傳足三年半 這是否應該是一個很強的見證 神在當時是說事 這兩個人沒有人殺到他 一人攻擊他 他只有有火在他口中出來 其實那些人應該都相信耶穌 但是那些人依然不相信 依然去跟敵基督 而最後敵基督將他殺死 那些人就互相送禮物 慶祝 但是誰不知三天之後 他就復活 接到天上 那些人應該看到 這兩個人真是神來 我們真的要信耶穌 但是很多人依然不相信 這是人的選擇 人的惡 心惡 所以我們看到神話事 在這三年半神話事 就算我們有災難 不要緊 因為有神保守 然後我會說到 如果真是迫伯 那怎麼辦呢 在大災難時期 我寫了藍色的圖片 那裡 不斷有神大能的見證 不斷有神的見證 就會堅固我們的信心 更加容易傳呼 是不是 就告訴別人 你看看這兩個見證人 你看他的見證 看到這個是神那裡來的 所以我們不用怕 一定神是作王的 另外 另外呢 就有三個天使傳福音 第一個傳福音 第二兩個是警告的 啟示錄十四章六節 到第十節 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 非在空中 有永遠的福音 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 傳給幾多人呢 就是各國 各族 各方各民 那就是什麼人都包括了 就是他飛全世界飛 全世界飛去 那做什麼呢 他大聲說 應當敬畏神 將榮耀歸給他 因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料 應當敬拜那 創造天地海和種水泉源的 那他就叫那些人去敬畏神 榮耀神 和去敬拜神 那天使傳福音 那是不是那些人應該聽到 就是他們會聽到 因為神會make sure他們聽到 就不會說 他在那邊山 我這邊聽不到 就是神會令到 每個人都聽到 那你聽到的時候 正常來說 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信靠耶穌 但是依然 是有很多人被罪迷惑 心裡幹硬 不肯信 甚至有很多人來道反教 因為魔鬼同時的力量都很大 他就說魔鬼給力量 我即時體驗到 天使在天上 我又沒有這種能力 就是人會有不同的藉口 其實現在網上有很多 神的能力的彰顯 同時魔鬼的能力都很真 有些拜魔鬼教的人 信魔鬼教的人 他們離開魔鬼教 他們最初為什麼跟魔鬼教 他們說很有能力 很真 他們真的使用魔鬼的能力去咒助人 但是呢 當他們後來發覺 那些真基徒他們攻擊不到 那些軟弱基徒他們攻擊到 那些剛強的親近神很多的 滿有神的能力 那些他們攻擊不到 甚至是被神去祭服 那他們相信耶穌 他就去宣講 都有不同的人 如果你聽到英文 如果你有聽到英文 你想收這些 我可以傳給你的 我不會亂發的 我真的找那些精選 我找那些影片是精選 我留下了 可以傳給人的 然後呢 第二個天使做什麼呢 第二個天使接著說 在藍色框那裡 大家看到了 趙萬民學邪淫大路之走的巴比倫大城 談到了 這裡就宣佈巴比倫大城 這個呢 未必真是以前的巴比倫大城 這個只是一個代表性 即是一個很淫邪 拜偶像 很多邪靈在那裡運作的 這個城 那就要談到了 接著第三個天使說什麼呢 這句說話很重要 大家要記實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 大聲說 若有人拜修和修像 在額上或手上受了印記 者人也必喝神大露的酒 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與流氓之中受痛苦 有人問我的問題 他說如果我拜了修以後 我悔過得不行呢 根據這個經文是不行的 根據這個經文 若有人 若有人 如果有人 拜修和修像 在額上或手上受了印記 這個人必喝神大露的酒 他要在火與流氓之中受痛苦 這個警告很重要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受 那你沒得吃就死了 即使我們說 神是話事那個 如果神話事那個 他不會說那些基督徒 噗一聲 個個沒得買 沒得吃的 個個餓死了 神不會這樣的 神不會令到全部基督徒 一災難 一開始全部死了 在家裡沒有東西吃 全部死了 神這樣就打贏 打輸賬 我們看到聖經裡的不同的例子 當彼得被捉去監獄的時候 神可以叫他 天使帶他去監獄 他也不知道為何彈出街 就回去基督徒那裡 另外保羅坐牢 忽然地大震動 那些鎖鏈全部都掉了 即是神昔日做的 今日可以做 將來可以做 那你說 是否一定次次做呢 不重要的 總之神是全能的神 他何時做不重要 就算 我們真的被人打 被人殺又如何 我們就親近神 親近神的時候 神有一個方法 第一就是神想我們榮耀神 就算受迫伯 你不用怕 你照講耶穌 還有聖經說了聖靈會教你說什麼 那可能他一路逼打我們 但你說耶穌說 我已經作完見證了 你接我去天堂 神可以將你接去天堂 有些人曾經去天堂 他們說真的 很容易的 即是神一接 就上去 當我們很痛苦的時候 神可以做這些工作 我們 因為神是 話事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還有啟雪 你也說到 有些災禍是完全是攻擊敵黨神的人的 在第五號的黃蟲 啟示錄九章四節 唯獨要傷害押上沒有神印的人 但不許黃蟲害死他們 只叫他們受痛苦五個月 那這個就是開那個地獄 無底坑開 這個就很可能就是釋放撒旦 在末後日子釋放撒旦 第一樣出來 就是傷害那些沒有神印的人 他要受痛苦五個月 所以這些都是在末後的時候 有一個警告 所以基督徒看到 就更加要站穩了 兩個見證人 我們先講過 即是誰攻擊他 立即有火在他的口中出來 消滅他們 然後啟示錄十六章十節 因為受的國就黑暗了 人因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 即是咬舌頭來減輕 即是沒有那麼專注在他身上的痛苦 你想想那個痛苦多大 你咬舌頭是很痛的 而這個痛來減輕他身上的痛苦 你看多慘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神是掌權 還有祂很愛我們 下面那裏寫著 這些攻擊讓我們知道 在大災難中神仍然掌權 神話事神要 哪個人攻擊哪個人 就是攻擊哪個人 聖經又講到不同的攻擊 這些攻擊未必落在基督徒身上 神是有方法保守我們的 下面 跟從神是最好的 不跟從神一定受更重的刑罰 另一點就是聖靈會帶領我們 勞加福音十二章十一節 人帶你們到會堂 並觀苦和有權並的人面前 不要思慮怎樣分數 說什麼話 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耶穌答應當你受迫白的時候 聖靈會教你說什麼話 好了 下面我寫著 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當說的話 在受迫白的時候 我也都深信不僅是受迫白的時候 正如我們今天都會收到神的帶領 我們怎樣處理生命 神都會在不同的情況 尤其在大災難的時候 會帶領我們的 也都會指教我們怎樣逃避危難 即是那些基督徒不會一聲 全部被人捉了 神會有方法的 那祂會教你 你要幾點鐘 你快點出門口 去哪裏 在哪個方向 你離開 聖靈會教我們 如果祂要保守 我們不要浸一聲 被人殺死 祂唯一一個方法 就是一定要帶我們 還有怎樣有食物 我們三年半 不可以沒有食物 但是聖經有講到 摩西上西那山 四十週夜是不用吃 不用喝 到時我們 可能親近神 大家是需要不斷親近神 不是不斷以親近神 是不斷 即不是說我信耶穌 我就在那裡睡覺 而是不斷親近神 神就做工 我想分享一下 有一個人找過我 求幫助 因為他有情緒精神的問題 睡覺的問題 他第一次找我的時候 我跟祈禱 他初頭就說 沒有什麼經歷 他一起來的兩個人都有經歷 但到最後他又有經歷 他跟著他跟我說什麼 我想留在這裡 我不想走 我不可以 他真的這樣說 很舒服 很舒服 我不想走了 這是第一次的經歷 後來我將他轉介 有一個傳道人跟進他 後來他家人說 他就開始喜樂 因為我昨天跟他祈禱 很大的喜樂 我介紹那個女傳道 為他祈禱 他就開始很大的喜樂 就是神在這裡做工 昨天我跟他祈禱的時候 他說真的舒服到不料 其實前一晚 他又睡不到 有人說說傷害他 他睡不到 接著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跟他祈禱很久 阿里律爺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真心地祈禱 翌日他們告訴我 有什麼發生 他說他昨天晚上睡了八個小時 然後再一次 他又再一次 又是有些事情令到他很害怕 這個就是因為他有些精神問題 但是我跟他祈禱 他又睡覺 家人又說他現在睡覺了 這個就是神做工 我們親近神 相信神做工 神就會做工 所以聖靈會叫我們 得到食物 或者不用買東西吃 其實沒什麼買 不是找東西吃 而是祈禱可以不用吃 這個到時我們 總之不要害怕 總之就是依靠神 還有怎樣作見證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末後日子 最重要是能夠作見證 剛才會說到的 好了 在末世更加發揮神的生命 為什麼呢 我會解釋這件事 大災難呢 會叫那些順從神的基督徒更加有大能 在平安的日子 很多基督徒就冷冷散散的 很多基督徒就 因為你有錢買東西吃 吃東西不用依靠神的 很多東西都不用依靠神的 即是你有一半 或者大半就靠自己 小半就求耶穌祝福 因為在那個情況裡 你不是絕境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是很隨意的 即是依靠神 因為有很少時間去依靠神的 好了 但是到了大災難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什麼呢 放棄耶穌 受受印記 可以買到食物 不過你會失去救恩 你們會不會選擇這條路呢 我希望你們不要選擇這條路 因為 根本他在大災難中已經受苦了 沒有多久就受苦了 一會兒而已 一會兒就會受苦了 然後呢 其實永遠落地獄 那個痛苦更加大 其實人餓死不是很慘的 人餓死不是很慘的 因為你很軟弱 你很軟弱 越來越軟弱 睡著睡著睡著 睡了覺 去了天堂 但是有些人說 餓死都不慘 被人打死才慘 打死呢 人不會受到很多痛苦的 沒有多久呢 你受不了 你就說耶穌接我 你為耶穌作見證 神會保守 可能打也不痛 可能神會帶你出去 到時其實 基督徒在大災難時期 我們所經歷的事情會很不同 下面寫著 人在大災難之中 越信靠親近遵從神 靈命越強 其實歷史也是 凡是迫白時期 基督徒就強 那些安逸時期 那些教會就軟弱 其實現在很多地方的教會 都很軟弱的 在歐洲有很多國家 很多地方那些教會 那些教堂是兇兇兇的 有很多地方很軟弱的 全世界都有地方 基督徒是很軟弱的 而在大災難中 很多人的靈命被神大大提升 因為祂只有唯一的方法 就是依靠耶穌 當祂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又不可以買東西吃 祂只能夠天天祈禱神 你幫助我們 當祂天天祈禱的時候 神就做功了 還有信的人 必有神職隨著他們 因為馬克福音那裡 信的人必有神職隨著 所以到時我們今天都有神職 那為何有些人又沒有 為何有些人又多些神職呢 就是我們用 用 你見到人有需要 你就為祈禱 發覺有幫助 那你就用 我剛才說那個人 他全家現在信了耶穌 那個全家 我們那天跟他拆了偶像 那個女傳道他們跟著 跟進他們 全家個個信了耶穌 很大的恩典 反而災難成為了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聖靈很樂意充滿你 賜能力給你 只要你親近神 遵從神 神就賜給你能力 然後在大災難之中 將會有大復興 很多人經常講復興 但是我覺得 他們少講什麼 他們少講基督徒 你多些祈禱 依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 和你試下去為人祈禱 你放膽去為人做 去祷告 去傳福音 去為人祷告 比較少講的 我在網上也看很多影片 他經常說 有大復興 很厲害 那些人很多人得意志 不過沒什麼講人做什麼 其實神什麼時候都想復興 那些人聽不聽話 我們肯聽話的時候 在末後日子 我們會見到很大的復興 這個東西 OK 好 好了 另一件事我們要留意 就是不要被尼道反教的人影響 反而怎樣去幫助他們 在貼撒尼加後書二章三節 必有尼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和反對基督教 反對真理 耶穌都說 馬太二十四章十節 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很多人跌倒 和彼此陷害 下面那個圖那裡 好像把刀收在後面 甚至有些基督徒 挂名基督徒 或者曾經是基督徒 但是離開神 然後給此陷害 因為他 敵基督徒一定會逼迫他們的 你以前信耶穌 你現在 否認耶穌 好了 我們讓你可以賣東西吃 不過你有條件 你告發 你的牧師是誰 你的教育是誰 你告訴我 在這個時候 我們真的依靠神去保守我們 但是我們不要受這些人的影響 真的可能有些人被人捉了去 捉了去 但是神有方法保守的 就是我們總之 聽神的話 捉了去 第一我們不怕 我們有神的保守 神賜力量 減輕我們的痛苦 甚至接我們天上 無論怎樣也好 神有祂的方法 其實現在也好 有些人在困難之中討告 神就接了去天上 不是死了 不過祂可以由天堂又下來 在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在末下 只是更多人有這些經歷 那時候 你真的會知道神的同在 你不會那麼害怕 好了 所以我們第一要學 不要被人影響 記住十二章十節 講到怎樣得勝 他說 弟兄聖過 他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見證的道 他雖至於死 也不愛惜聖明 有許多基督徒跌倒 即是有很多人跌倒 但這些人 有些人 怎樣得勝 怎樣勝過魔鬼 就是因羔羊的血 和他們自己所見證的道 即是在那時候 很重要 我們依然去傳揚福音 去拯救人 但那時候是需要智慧 因為受了受印記的人 我們先看經文 他們是不可以再得救的 我們需要怎樣去傳 傳給誰呢 神會指引我們 神會帶領我們 我們在那時候 真的每一步都需要神的帶領 我希望大家 不是到那時候 你現在都是為主而活 時事都為主而活 所以將來有很多人跌倒 我們不要被那些 離道反教的人影響了 堅定信靠親近遵從神 和侍奉神 神一定喜歡 神喜歡 祂就保守你 和給你力量 哪些基督徒 能夠在大災難 更長久傳流 是哪些呢 聽祂說 親近祂 傳揚福音那些 神一定會保守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的影響力很大 神就會保守祂 神會使用祂 就算祂死的時候 祂都會榮耀神 都會令到更多人去依靠祂 而在大災難的事奉 比現在更有能力 為什麼更有能力呢 因為你看到這麼多的見證 和那些人 經歷到神這麼大的工作 那時候的事奉 是和現在很不同的 現在實在太多基督徒是軟弱 我自己宣教去過不同的地方 我發覺 富庶的城市 那些人經歷聖靈是最弱的 哪些地方最弱呢 那些人是貧窮的 他們有需要的 他們不計較 他們經歷聖靈的時候 有什麼發生 那些人的經歷是很強勁的 我親眼見過也都攝錄了 很強勁的經歷 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是活著的 只要你肯聽話 其實我是從一個沒有經歷聖靈的人開始 然後經歷了之後 我去使用的時候 我就發覺 神做工真的很強勁 那神現在都使用我呢 雖然有疫情的 但是我現在直播呢 我已經開始了十一個點 十一個點 幫他們買投影機 幫他們買電腦 幫他們買WiFi機 買發電機 因為他們的電力很差 幫他們在那些地方開發新的聚會 可以有訓練 都是訓練的聚會 但是因為全部用英文 因為不能翻譯 因為有個商隔時間 如果他翻譯 我要等一分鐘 所以不可以翻譯 他們只是選擇 會聽英文的人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有心去學習 而在末期 有更多的異能神跡 有些人蒙這位聖靈 賜他信心 賜給他醫病的恩賜 行異能 作先知 辨別諸靈 這些事情 以前答應了 保羅從來沒有說會停止 現在耶穌說 你往普天下全福音區萬民亭 信而受死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備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職隨著他們 就是奉我命趕鬼 還有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聖經是有講到 真是賜給我們能力 這裡講到有些什麼神跡歧視 左上角 聽到聖靈的聲音 更多的聽到聖靈的聲音 但是我們今天都開始去操練 其實我有很多教導都是聖靈教我的 聖靈會給我一點意念 我 一直帶領我的 下面就是五餅二餘 天使救避得出牢 下面按手祷告帶來醫治 這個人 本來他在聖靈會是非常之痛苦的 他大喊很痛苦 然後我為他祈禱的時候 我說你放鬆心 相信神的愛 神的喜樂可以來到身上 然後他現在 你看他在笑著 一開始就在大喊 但是後來在笑著 走在水面 耶穌說我所做的事 你們都要做 並且要做比者更大的事 所以在那時候 可能你跑到海邊 神給我能力 走在水面上可以逃走 神可以叫我們做這件事 也都可以移山 下面那裡移山 真的在歷史上有發生過這件事 那些敵人在追著 你將山移到他們的中間 擋住他們的出路 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世人 普通世人就是這樣的 很多責任 很多事業 家庭 家務 剩下的時間就祈禱了 就是很多東西 剩下的東西就是給耶穌 其他東西就是做的東西 其實這不是神想我們這樣的 很多基督徒不是給神掌管整個生命 是做完這些東西之後 那些部分就給神掌管的 當我們不給神掌管 我們就受虧損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們做什麼都是需要神掌管的 這個就是整個生命給神掌管 就會怎樣呢 親近神 家庭有蒙福的家庭 神的供應 還有能夠祝福人 事業有蒙福 還有提升的生命 神是 就是每一件事 我們無論做工 在家裡 和人交往 和人傳福音 所有都一路的心裡面 愛著神 榮耀神 經常被耶穌指示 你的生命 神一定珍惜 神一定很珍惜 我想說一件事分別 神愛世人 尤其是神的兒女 神是特別愛的 但是 喜悅不是每個一樣的 因為聖經很清楚說到 那些愛祂的人 神就為祂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眼睛未曾聽見 眼睛未曾想到 各樣的封城的恩典 是說明 是愛祂的人 也都 聖經有說到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愛神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為什麼不得益處 因為祂不愛神 所以祂在家裡吵架沒有益處 但是 就算一個愛神的人被家人罵 祂都會有好的見證 祂就是愛神的人 凡事都蒙福 當我是專心愛神 詩篇九月一篇十四節 因為神說 因為祂專心愛我 我要答救祂 祂要知道 因為祂知道我的名 我要將祂安置在高處 這個人是尊貴的 你不要計你的學業 不要計你的狀況 不要計你的情緒狀況 你的家庭狀況 你的經濟狀況 總之我們愛神 神就會叫你成為尊貴 你只要今天開始 神 我要學習愛你 愛人 我同時都愛自己 讓神的愛 充滿我的心 聖經是教導的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我們不是被迫去做事 是基督的愛 活在神的愛中 我們才有力量 我們沒有神的愛 是沒有力量的 我們每天很多次告訴自己 神在愛我 多謝天會 我們在宣告神的恩 神的應許 神在愛我們 這個才有力量 人是需要愛才有力量的 一個人沒有愛 覺得自己是爛茶渣 不會有力量的 凡是一個人看小自己 他沒有力量 我們一定是深信 我們是很寶貴 在神的眼中是極度的寶貴 祂就將我安置在高處 祂求告我 我就應允祂 急難中我要與祂同在 我要搭救祂 使祂尊貴 祂就成為尊貴的人 神就喜悅了 神就提升我們的生命 而我們為主做一件小事 一杯水 神都紀念 何況我們為主祝福更多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末後的日子 真是聽了神的話 做了神所吩咐的 整天深信 我今天訊息兩樣東西 整天深信神在愛我 我一方面愛神愛人 我亦都愛自己 我珍惜自己 我生命很寶貴 只有一個你 你跟自己說 只有一個我 我是很尊貴的 我是尊貴的 我是寶貴的 我是寶貴的 我不要踩低自己 我是很寶貴的 那你時事去 愛自己不是自戀狂 而是 我知道我是寶貴 我要把好的東西給我 不是這個意思 好的東西我吃 你的食不好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給自己多些喜樂的原因 我給多些神的愛 給多些欣賞 我們學欣賞自己 因為聖經說 一杯涼水神都欣賞 我們為主做的神一定欣賞 事事欣賞自己 這些叫做好東西 欣賞 稱讚自己可以的 但不是驕傲 是神做在我身上 所以我能夠有這個改變 多謝天父 這麼疼我們 而我們知道 真是會有災難的日子 真是會有 這個不是假的 是聖經說了的 耶穌說了 他說 以前從來沒有試過這麼大的災難 以後都沒有 而我們今次看到這個疫情 是真是超乎我們所想像 是我們都 想都想不到 為何這麼久的 這麼久都未成功 有些人以為好像SARS 很快就清了 誰不知是很久 所以我們知道 神啊你幫助我們 加力量給我們 深信神的愛 在這個末後日子作美好見證 在這裏我和大家唱一首詩歌 和都會和大家稍微敬拜一下 就是 這首詩歌有什麽特別呢 這首詩歌我祈禱很多次都自己亨 就是 天父必保守 因為神會體重我們 天邊的鳥仔 神都體重 天邊的鳥仔 何況是我們 這麼寶貴的生命 神一定會體重的 多謝耶穌 我們一起起來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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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意思います 多謝耶穌 天父必保守 金箭花儿 人风轻锅 向来何他 一照抚慰 因主也为他 带上华丽 天父必保守 我父子爱 他必解离群游 心中必有 成为乐侦 天父三人 谁造风楼 不须敬佛 何父红瘾 一日半斗 必是狂服 必平正 天父必保守 大家用一个相信神爱的心态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无论我们有多困难也好 神也在爱我们 天边飞牙 护身的手 我父仍着他保守 何知离何等归走 天父必保守 今天花儿 人风轻锅 向来何他 一照抚慰 因主也为他 带上华丽 天父必保守 我父子爱 他必解离群游 三中必有 成为乐侦 天父三人 谁造风楼 不须敬佛 我父红瘾 一日半斗 我父红瘾 一日半斗 必是狂服 必平正 天父必保守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祢的爱 走开 闭上眼 亲近主 耶稣 多谢祢 多谢祢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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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 耶稣 爱我 到永远 希望大家深信 耶稣 爱我到永远 我们是很宝贵的 你把他的手放在你的心里 你和自己说 我是很宝贵的 我这个生命很宝贵 我珍惜我的生命 神珍惜我 我都学习珍惜 我不要浪费一条命 足口 美 额 提 星天叫 耶稣 多谢祢 四职 多谢祢 祢 多谢祢 耶稣 多谢祢 圣祢 多谢祢 神圣公 did du mountain 祢 多谢 Alto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爱我 主耶稣 爱我 有心也不受我 大家试着用另一个字 主耶稣 爱我 但可能有些人说 用一个爱字好像很强烈 但其实我们跟耶稣多强烈都可以 主耶稣 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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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 主耶稣 我愿意爱你 听你的话 无论多困难都好 无论多困难都好 我爱你就够了 有些人说我不懂得爱你 那你就说耶稣你教爱你 爱你是什么呢 喜欢神 喜欢神做的每一样东西 喜欢跟神一切 喜欢做神所喜悦的东西 喜欢讨神的欢喜 我们喜欢神 从心底处真心爱耶稣唱出来 耶稣我爱你 我跪在你面前 赞美我敬拜 欣赞美我敬拜 我敬拜 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每一个心 没有日子作美好见证 暂乐得稳 求主保守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会离开主 没有一个会因为贪爱生命 而离开主 也都在任何的环境 都坚定跟从耶稣 任何环境 任何环境 没有一样东西 值得我们放弃耶稣的 任何环境 我们都暂乐得稳 为主作美好见证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求主保守我们 你说神保守我们 一生一世跟从你 并且荣耀你 并且荣耀神 不要浪败我们的命 一生一世荣耀神 时事荣耀神 时事见证神的美善 多谢耶稣 靠主保守我们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